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黄国昌痛批周玉寇爆料 刘已跨越了文明的底线 让人无法忍受 图资料 番设字周玉寇脸书资深媒体人周玉寇近日杠上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除了指他父亲蒋孝岩改姓奖的DNA证据是世纪大骗局之外 在接蒋孝岩当年精华文案女主角是1988年 夺得中国小姐冠军的张书娟 更说女方也不是好惹的 翻云赋予高手了 对此 前时代力量力尾黄国昌痛批周玉寇下流 已经跨越了文明的底线 让人无法忍受 张书娟被周玉寇在政论节目揭示 蒋孝岩文案女主角 对此 前时代力量力尾黄国昌晚间在脸书直言 蒋万安有什么不妥言行 用力地监督她 蒋万安有什么违法滥权 大力地批判她 蒋万安有什么愚蠢政见 大声地嘲笑她 这些都没有问题 不过黄国昌话风一转痛批周玉寇 但是 硬去扯老爸20年前文的对象是谁 还连带伤害一位早退隐的女性 这真的已经跨越了文明的底线 让无法忍受 她最后语重心长指出 可以不喜欢蒋安 可以反对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 但我无法接如此下流的选举方式 更无法接受如此烂用 没工气 黄国昌痛批周玉寇爆料下流 已跨越了文的底线 让人无法忍受 图资料照周玉寇22日在劫 表示 透过不同管道确认 得知蒋笑颜金华文 等于主角是超级名愿张书娟 周玉寇联络当年华饭店VIP订房的主管 对方也明确指出当年要订的人 就是张书娟 且当时精华庄的监视器有拍张书娟 非常资深的新闻界工作者证实 她看到 这位女性 精华饭店的VIP房间 这个女主角跟蒋笑 在房间里面发生所谓床单 便条兼职 写诺言要 婚事件的 那个走道上的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所不出来的女主角 就是这一位 张书娟痛批周玉 和蔡玉珍不时指控空穴来封 恶意栽赃 让她无忍受 图翻设字张书娟脸书 张书娟今天也发生 澄清 只不时指控毁她明节 也破坏她多年的平生活 以委托律师对周玉寇和媒体人蔡玉珍提 她表示自己25岁当选中华民国小姐 至37岁结婚 7 没有闹过任何文 媒体指涉精华事件时间点1999 12月5月 她当时在东森电视台主持节目 是公众人 严谨自律 没有认字损清白的事 她病痛批周玉和蔡玉珍 在民事节目中和脸书对她的不时指 空穴来封 恶意栽赃 让她无法忍受 好